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着下来 安卿老师就要来分享 这个季节确实 佐损的品种选择很多 今天要烧的这一个是绿佐损 对 我看到的是绿佐损 它这个在市场上价钱差很多 但是我常常在讲 你两个小的 你那个壳加起来跟一个大的差不多 所以像这个的话300块一斤 这个的话大概在160、180度可以买得到 所以价差很大 所以绿佐损的价差是这么大 然后大的因为比较肥 然后它去壳之后肉就比较多 而且我们看它底盘 底盘这个地方要大 底盘大 它的肉就多 可是底盘大 这个更大 真的 我跟你说 这个镜头看一下 你看看 差那么大 但是这个本身品种不一样 大科的 我手上这个叫做麻竹笋 它纤维是比较粗的 纤维比较粗 而且它就是苦 每次人家就说 老师为什么拿汤来水 你只煮汤会苦 我说那你用的是麻竹笋 刚刚德轩师傅也在讲 这个麻竹笋它有的时候 它一出土 受到光合作用之后 它更苦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切下来之后 拿水来煮 多煮几次 多煮个把它的苦味煮掉 然后再来给它做汤 好 那所以通常麻竹笋拿来做汤 或者是露菜是不是 这样它可以拿来切丝 它的量也很大 就是可以拿来切丝 比它的处 那我们夏天吃的沙拉凉笋 常常是绿竹笋比较嫩 对 是 然后有一些人做小菜或热炒快炒的 是贵竹笋或建笋 对 贵竹笋它的季节非常短 就在七名左右 大概就四月五月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阿里山一带是这个贵竹笋的大的产量 它把它收成了之后 它就给它烫 因为它新鲜的连的壳运下来比较成本高 所以它把这个贵竹笋就会烫好 所以它就有的时候烫好之后放在桶子里面 它们就叫它烫啊顺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比较老 它的壳会比较硬 那建笋的话通常我们就炒肉丝 对 老实说笋子炒肉丝 这个我觉得某一些餐馆小菜也还蛮常看到 对 炒辣椒跟肉丝 那这个都是热炒店会看到的 因为它就会比较平价 对对对 那它有的时候烧的口味也可能比较重一点点 对 然后偏辣一点 那比较吃清甜就是绿珠笋 对 所以我今天搭配的一个是三白 三白来跟雪菜来做搭配 那除了绿珠笋今天比较大 然后切的片就是切大片 那常常像要做沙拉笋的时候 这种尺寸的话 大概我们煮个20分钟 那这么大的话要煮到将近40分钟 很费火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吃笋子的话 我都把它笋子切片 切片之后你去煮 大概只要3分钟就好了 所以就省火 现在电瓦斯都贵 或者有一些人会一次买一批 可能三五只 然后一锅 然后煮好 然后它再冷藏或冷冻 对 提醒大家 这个水不能倒掉 就是要让竹子泡在水里面 然后放到冰箱里去 因为你如果捞出来的话 笋子的水流失了 笋子就会比较不那么甜 所以要冰的时候 连水去冰 然后你要吃多少只拿多少只出来 那今天除了笋子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这叫百叶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百叶 百叶 百叶它一打就是10张 对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是千张 其实不是千张 它是100张 百叶 那百叶它是黄豆的浓缩制品 所以它非常有营养 但是很多家长的 很多朋友不会泡百叶 所以百叶的话 看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用 其实百叶非常简单 像我今天这个百叶 我就把一个百叶 我们镜头看一下 就是你买的原材料 可能是我左边这一个 黄色的干货 然后泡了水之后 就会长成我右边这样子 要泡热的小苏打水 你等一下把四杯水煮滚了之后 放一茶匙的小苏打粉 好 食用级的小苏打粉 然后热水 然后泡 然后把火关掉 然后就把它丢进去泡 泡大概10分钟左右 泡10分钟 会长成右边这一个白白的 那左边这个干货 如果一次买一叠 要怎么收跟保存 这个我们通常就是说 它是可以冷冻保存的 它拿出来不会有风孔 因为它非常的密实 所以它不会结成像豆豆腐一样 它没有水分 所以我们如果说碰到了 你可以买个10叠20叠 就放在冰箱里冷冻 要吃到随时拿1叠 2叠出来去发 好 那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热水发它 没有加小苏打粉 发不透 你煮都煮不透 真的喔 你去煮都煮不软 它就像我们豆制品 因为它完全没有水分 它是干的 你怎么煮 煮一个钟头它都不烂 所以一定要用小苏打粉 所以很多人煮百叶不烂 是因为不会发 不会发 对 那小苏打粉的话 通常量 如果多的话 它就快 七八分钟 我们慢慢泡的话 大概10分钟 然后你就拿一点 这样扒一点出来 吃吃看 吃最标准 就软了透了 软了透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记得拿冷开水冲 不是冷开水 自来水冲 冲个三四次 把小苏打完全味道冲掉 好 这是非常有的营养 我常常就推荐给我的学生 而且我觉得它会很容易 变成家里的必备的食材 因为它不占体积嘛 你看嘛 这个很薄 它卖的时候都这样 叠起来卖 对 那它发起来 就会膨胀 然后再来 你要增肌减脂的时候 用它替代成面条 对 真的 我跟你讲 现在网络上增肌减脂 都是豆制品在替代 像这个 我们家常常把它放在盘子底下 然后上面把绞肉弄好了 把它放在绞肉 绞肉放在它上面 然后去蒸 蒸完了之后 它就可以有吸收绞肉的鲜味 就很好吃 所以白叶真的可以多加利用 好 那我们今天另外一白 我选用了鸡胸肉 鸡胸肉我也是拿盐跟水打过 打了蛋白之后 抓了一点点的粉 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处理鸡胸肉的方法 那这个笋子的话 我就把它切成大片 切片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要开始先来 把这个笋子煮熟 我们今天还准备了雪梨红 雪梨红老师 是前次作业怎么处理呢 雪梨红通常在菜场里头 买回来一把一把的 那你可以先这样子 扒一点点 尝尝看它咸不咸 如果咸的话 你冲好水之后 然后就给它去泡一下水 但是基本上现在健康观念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现在一般的雪梨红都不咸 那你把它洗一洗之后 把它挤干水分 然后就切 切碎 切碎了之后再挤 要挤得很干 因为雪梨红是腌菜 腌菜常常会有腌制的味道 所以我们把它挤干 挤干之后呢 它也比较脆一点 好 那我们这边 我们来烧这个 筍子 姜浙菜新三白 因为夏天 其实吃一点清爽舒服的 你先炒的竟然是筍片 筍片 因为筍片是生的 生的 那我就在刚刚在讲 切过片的筍片 我们大概煮个三分钟 它就熟了 而且生的去炒 它比较脆 它比手筍去炒 切片要脆 所以我们就先拿油 然后呢 而且因为你切了薄片 它如果周围挂的油 它待会可能熟得更快 熟得更快 对 我们大概只要把它炒香 你会闻到筍子的香气 然后我们放一点葱花 筍子有的时候是会吃油 所以有些人 比方说鸡汤 排骨汤 反正有些油腻的肉汤 就搭筍子来平衡 对 那我们就这样炒一下 闻到筍香的时候 我们就来加水 好 我们先让它这一个薄片 沾这个锅子 稍微炒香 然后现在加一点点的水 我们这个有点汤菜 所以 一点点 好 这是会的东西 会的东西通常都一点汤 然后带一点芡汁 我们就盖上锅盖 给它煮三分钟 好 然后待会儿这个鸡肉 就很快 就很快 对 师傅我们这锅 其实那个薄的筍片熟的快 透的快 而且闻到筍香了 那我这边刚刚加了一点点的这个鸡汤 加了一点鸡汤 让它带一点汤汁 好 雪梨红 然后百叶也会再吸饱刚刚的汤汁 鸡汤 对 这个雪梨红因为它是腌制的 它有咸味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放了雪梨红之后 我们再来尝它的咸度 对 然后再决定放多少的酱油跟盐 那我这个里面呢 既然是300 所以我少放一点点的淡色酱油 好 就是雪梨红有咸度 对 所以自己下手的时候 某种程度把它当盐巴用 对对对 盐巴也不要下手太重 对对对 是 所以我们就等雪梨红滚 滚起来了之后 你大概知道它的这个咸度在哪里 好 那我们再来一点点鸡汤 好 我们再喂一点鸡汤 那事实上 让待会儿的这个鸡胸肉跟这个百叶 也要下去 对 好 那我们就先下我们的鸡胸肉 这鸡胸肉我们刚刚说的是腌过的 所以我们也是 就给它稍微在这个汤里头烫一下 烫一下 这个鸡胸肉就是增肌减脂 对 所以我说你这个料理也很适合增肌减脂 然后又补充蛋白质跟膳食纤维 对 好我们这个很快 因为鸡片我们切的很薄 鸡胸肉 然后我们就把百叶放下来 那百叶如果烧久一点会怎样 百叶烧不烂了 因为你给它泡到多烂 然后你再下来再煮 它都煮不烂 真的喔 这是它食材的特性 对 它就是靠水煮煮不烂 它一边是碰到小苏打这种碱性的东西 它就开始就变了 所以百叶真的很适合替代当面条 对 如果煮汤面 它一直煮把它替代成面条也是煮不烂 那有点像人家那个 有一种豆干丝 也是会有人替代成面条 大煮干丝 江浙菜里面有个煮干丝 那这个的话我刚刚讲过 把它放在肉底下来变的话 你也把它当作一个量增量 好 那我们这边就拿一点点的太白粉 给它勾一点点薄芡之后 我们就撒一点麻油 好 我们让所有的食材的味道挂上去 对 挂上去 尤其是白叶 它光滑的 那有点芡 它会比较有味道 好 然后最后来我们的麻油 好 我们来一点点麻油 这我们就是 我们今天雪菜绘三白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雪菜跟白叶它就是非常的搭配 然后我们刚刚讲增鸡减脂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去买那个 现成的鸡胸肉来吃 有时候吃久真的会很腻 真的可以试试看 我们安琪老师的这个料理 因为它里面的话 你看它分析它其实 鸡胸肉就是动物性的蛋白质 那个白叶的话是植物性的蛋白质 所以它很完全的补充 那再加上它有加那个 竹笋它们的纤维也很高 像这样一个料理的话 其实你不管是减重 或是要增鸡的人 它就是完整的一个营养都在里面 而且是一个吃不腻的料理 那我们今天的话讲到竹笋 就是要提醒大家竹笋吃的